九九城法要不要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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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九城法不廢後面前死啊 那老師問我們 如果學生廢不起來的話 廢不起來的話 做這件事嘛 我只讓你熟練 那學演這樣子問的時候你就跟他說 不知道 我的教學策略就是固執 那老師有沒有聽到我講的 基本加點事實 基本加法 減法成法事實 都是零到九 沒有十這回事 我是覺得你們可以做一件事 這一次我們好像有把那個教材寫好 第一個 你先要讓學生看到前後向的 我在問一次說 學生有什麼能力 才可以開始背九個懲罰表 每個老師都說 加法熟 懲罰表根本沒有加法 所以第一個 學生要看懂懲罰算事的意義 知道前後向的 關係 還有一個基本概念 就是說學生不會背懲罰表 他只能用什麼算 加法跟左右觀察法 我亂講的 就是他只能用加法算 對不對 如果學生只能用加法算的話呢 那老師覺得 學生要背九個懲罰表 你希望他 加法馬上背懲罰算事 把它背起來 這樣子亂槍打鳥 背懲罰表比較容易 還是看到一系列 他從三三二三三二三 慢慢加三加三加三 哪一個比較容易背 看到系列 是不是看到系列 所以如果說你可以的話 可以把那個懲罰表 按照下面系列的方法 給小朋友做 他多寫幾次 看到前後向的關係就會 不是喔 昨天不是也是 第二個也是加法的概念 我現在再講給你聽 我現在講說要怎麼處理 我現在先問你 就是說 學生不會背懲罰表 他只會用加法 他只會用加法 所以我們希望他用加法算 但是用懲罰計可不可以 所以他整個概念是這樣 是怎樣 第一個要曉得交互相關係 我們希望他用背的去推 不會背的好 學問相關的關係 我現在問老師 譬如說 我以三乘四為主 三乘五 五 五比四多一 所以基多幾 三 六比四多二 所以基多幾 基多多少 五比三 五比乘數多一個三 基多三 對 乘數多二呢 多幾 瘋子會說兩個三 誰說六就把你槍斃 就是沒有變數概念的人 才會說六 六是看不到關係的 就好像我問你 五邊形的 我要推N邊形的頂點 邊跟角的個數 那請問五邊形有幾個頂點 五角柱有幾個頂點 五角柱 十個又是沒有變數概念 五成二 對 五成二 對啊 因為你說五角柱 十個頂點 十二個邊 然後呢 七個面 六角柱 十二個頂點 十八個邊 八個面 然後呢 N角柱呢 封掉 你不是用背的 所以五角柱要說什麼 五成二 五成三 五加二 六角柱 六成二 六成三 六加二 一角柱 我們台灣人也沒有變數概念 好 記得那個變數概念重要 重要 所有N的公式都是變數 沒有辦法 你們都不注意 別人一定不會注意 好 那第一個 你要先告訴小朋友說 以後你在解題的時候 都用加法算 但是用成法把做法 記下來 記下來 因為學生會成馬三四 譬如說三 一支三塊 再來三塊六塊 兩個三 可以記成三成二等於六 也就是說先溝通這一個 然後呢 叫做小朋友說 以後你解題的時候 老蛋用什麼算 夾 啊 寫的時候要寫什麼 他經常這樣寄 寄一寄 其實蠻快會背 你覺得墨寫好背 還是用 聲音節奏背 墨寫 其實墨寫啊 他不想寫 他不想寫 那就算了 你人怎樣 他不想寫 誰也沒辦法 然後他概念說 他經常寫 某些可能背起來 比如說 他如果 三七二十一背起來了 管理三七二十一 三七二十一 如果把他背起來了 好 三八就背 三七二十一背起來了 其他呢 不會背沒關係 繼續用 加反算 這樣子的話 對學生來講 有沒有幫助 有啊 如果三五呢 也是從三七去往前 揮嘛 然後他哪天會背三九二七 就解決了 這樣子你就讓他慢慢練習嘛 學生沒有意願那個態度 我沒辦法 態度是校長的事 態度 然後 我不知道有沒有用 這樣子有沒有聽懂 這樣子會不會比較有效 有啊 可以證明 小朋友如果這樣教 他們真的很快就背起來 彼此即快 那當然 我們的小朋友 還有學校的學生都這樣 其實這樣就處理就好啦 嗯 你很簡單嘛 我每次碰到小朋友 看到他就有成法表 譬如說 他開始背背到三七二十一 我就踢他一腳 然後就跟他講 三七二十一 其實晚上背 十個有九個都從頭背嘛 有沒有學生從三七開始背的 沒有 其實很少啊 他都是從頭在背 就代表 所以他根本 啊 現在的狀況是 那個都背起來了 可是他不知道他跟加法的連結 那就是你成法算事沒交好啊 對 就是變成說到中年級之後 其實你就會發現 你要回去追那個部分 所以 成法算事跟前後向關係 都掌握交這個才有用 我這樣講完 代公司跟你講完 你有沒有 有沒有感覺 哪一個環節不會 後面就沒救了 對不對 像那個分數他沒有去做那個 代公司的想法 後面就全死嘛 對啊 我們其實都死在 分數死很快啊 因為你叫他進那個代公司 他解決成功 他真的不想 這樣整個脈絡清楚了 好啦 你們出去可以跟老師講代公司 我認為這個很重要 台灣人不管